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歌声四起的主日 又到了我们,张开我们的喉咙 赞美上帝的日子 所以我在每一个北京时间的星期日 主日的上午的九点 我都会讲一期圣经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看过我的节目 很多人都在跟 就是我在讲马太福音成思 今天大概已经到了第十吧 今天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 就是耶稣受试探 我所有的公共问题的所有的终极智慧 我这么说吧 我的所有的与公共问题有关的终极的智慧 都来自于耶稣受试探这样的一些经文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部分的 刚才我把电脑一打开 我看到这样的句子 躺在我的电脑里面 我真的心中非常的感动 耶稣受试的 我说我是与我的所有的公共问题 有关的终极智慧 这句话要解释一下了 什么叫做公共问题 公共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公共问题的秩序 我们的制度 对吧 说白了就是制度 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关于制度有很多种说法 我们这些个所谓的公知 刚开始介入公共批评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招先呗 或者一招打遍天下呗 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是吧 就是一招先 什么一招呢 就是制度批评 批评制度 什么问题 你都最后都归结到制度 中国为什么不行 就是因为制度不行 对吧 我的在北京 我出的第一本书叫过坎 然后呢 伏标题叫做什么 对中国11家民营企业的非制度生存的田野调查 大概其实这个意思 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词 我通过那本书提出 叫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企业家的非制度 制度生存 你看没有 他就是去讲制度 然后我从亚朗斯密的国弗顿开始谈 然后谈到制度的重要性 谈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不行 我们以前为什么那么穷 都是因为制度不好 这是任何一个中国的所谓的意见领域 所谓的知识分子思考中国问题的 想当然的必须的肯定的介入的一个视角 所以 什么叫公共问题 就是制度问题 这是我说我所有的公共问题的终极智慧 就是你思考制度 它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什么呢 只是一个视角 它一定是你要往上推 为什么是制度 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说过无数次嘛 你一个人往上走 追问问题的时候 我们叫形而上的思维 你必须要有能力提出七个问题 连续的七个有效的问题 当你提出第七个问题的时候 你发现你有可能触碰到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终极智慧 当你要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 你要有三一智慧 也要求说你至少要追问三步 当你到第三步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你找到你的解决方案 所以人最难的是找原因 人最难的是往上走 人最容易的是往下走 人最难的是找不到原因 人最容易的是找到解决方案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 他从来就不思考这些问题 比如说中国游举成语 我在我的陈思路里面也写过这样的文章 中国游举成语叫什么 叫举一反三 是不是 你看上去好像举一容易 是不是可不容易了 首先第一什么是一你都要告诉我 举一什么是一你告诉我看看 你如果一的标准答案 你的答案不明确 你怎么举的 你没法举是不是 反而是反三是容易的 是吧 所以三这个东西 我后来我工作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就是无三不成文 你写文章你一定要有三块 三块构成一个逻辑关系 一定是一个结构很稳定的文章 你为什么我做这个优管呢 做这个视频节目 我永远都是有话说呢 你发现没有 我任何一个问题 我如果往上走的话 我跟你可以谈七步 如果往下走的话 我可以跟你谈三步 任何一个话题在我这里 也就十来分钟 你说我谈三点 十分钟早就过去了 我得赶紧收 是不是 真的 这其实是一个方法 这种方法是谁告诉我的呀 是圣经告诉我的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样的 这个耶稣受试探呢 我就上来就跟大家讲一讲 我的平时思考阅读写作的一些方法 尤其是我说我是马太福音沉思 你有方法的 你不是说一通瞎扯的 有些人你对着一个话筒 对着一个手机 你打开一篇文章 或者是对着一篇圣经里的话语 你不知道说什么 那是因为你没有方法 你看我们看到 耶稣受试探 今天我们讲一点点 因为他有三个试探 我愿意讲第一个 你可以讲很久 我争取在十五分钟之内讲完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二十四昼夜 进食四十昼夜 然后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个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个一个的 你先用这个叫做 我称之为叫词语主义 或者是叫语 话语分析 话语细分 你先把它扫一遍 首先第一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那我的问题马上就来了 耶稣是谁 耶稣我们是认为是上帝之子 那圣灵 为什么要把它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呢 耶稣是我们哈利诺亚 哈利诺亚是主与同 主与我们同 赞美主 这是赞美耶稣的 是吧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这是基督徒的一些 平常日常的话语 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怎样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耶稣的形式与我们同在 是吧 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吧 那既然是上帝与耶稣的形式与我们同在 那耶稣就是上帝之子了 或者耶稣就是上帝了 那你从三一论的角度来看 耶稣他就是上帝 是吧 圣父圣子圣灵 是吧 他有个三一模型 你去看那个东西 是吧 那你的问题肯定就要慢慢想 既然耶稣是上帝 或者是耶稣是上帝之子 那为什么 圣灵要把他带到魔鬼的面前呢 那不是害他吗 是不是 这不对呀 这不是我们人类的理性主义的原谋呀 而且是圣灵引导 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这东西很有意思 你有想过吗 圣灵在我们的眼里 那是在我们的想象中 在我们的词语里面 是一个非常芬芳的词语 为什么这样一个美好的圣灵 要把耶稣带到魔鬼的面前 你到底是干嘛 你害他呀 一定要思考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魔鬼的试探 这个东西在我们有 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它是无所不在 每个人都要面对 包括耶稣 为什么 耶稣他当他的妈妈 把他生下来之后 他就是一个人 只要你是一个人 你就一定会毫无悬念的 理所当然的 别无选择的 面对着魔鬼的试探 必须要走到这一步 你也是一样 我也是一样 所以你想想 这时候你一定要 要把自己的情景 你已经要带进来 你这一辈子 你这一生 你今天是20岁 你今天是50岁 你今天是80岁 你想想你这辈子 受到过多少次魔鬼的试探 试探是什么呀 试探是诱惑 有多少诱惑呀 是不是 无所不在呀 所以人这一辈子 你最大的工作 你首先的工作 你就是要 一定要战胜魔鬼的试探 这个人类社会的 所有的公共的问题 都是让人 怎么样去处理魔鬼的试探 这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人 如果权力加深 比如说你是美国的总统 比如说你是中国的 这个国家主席 比如说你是俄罗斯的总统 比如说你是你的家长 是吧 你是一家之主 比如说你是丈夫 你是妻子 比如说你是儿子 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 你在任何一个身份的维度上面 你都要面对魔鬼的试探 无所不在 像空气一样存在 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是不是 所以试探这个东西 我们记住主导文的话 主啊 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你这个地方又来了 为什么圣灵要把圣灵要把耶稣带到魔鬼的面前受试探呢 主导文是说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就说明你人是无法战胜试探的 那整个人类的公共问题就是人类一定要营造一个制度的体系 让人不要遇到试探 比如说我把你的权力分散 分散秩序 因为通过三权分立的方式 完了以后把你的权力缩小缩小再缩小 把你关到笼子里面 这构成了一个制度的一个逻辑前提 为什么要把你的权力分散呢 因为你是人 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打败魔鬼的试探 你根本就不可能面对任何意义上的诱惑 因为你不是耶稣 所以这个话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你知道吗 试探诱惑 这个东西它背后的衍生出来的解决方案 就是人类社会的民主制度 人类社会的宪政制度 三权分离 多党执政 是不是 新闻自由 媒体监督 是不是 民情秩序 凡此种种不一二足 都是与这个有关 如果这个人类社会没有魔鬼的诱惑的话 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是天使 因为他没有魔鬼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吧 他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说呢 这是我 介入公共问题 所寻找到的最大的智慧 如果你理解这一点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中国是一个非常垃圾的国家 因为他的权力 因为习近平受到的试探 习近平受到的诱惑 他没有必要的制度给他界定 没有把他约束起来 是不是 而西方人 从大英帝国的这个 那些个贵族 到美国华盛顿 到那些个所谓的开国致富 他们意识到 人类根本就没法 这个面对直面试探 这是必须要发明一套制度 要把人性的那些个右眼性 把魔鬼的试探把它控制起来 是不是 你不要让权力过斗作恶 唯有靠制度 所以制度 民主的制度 宪政的制度 之所以能建立起来 是因为他的逻辑前提是 每个人没有办法战胜魔鬼的试探 这是我们要想办法 要发明一套制度 让人类不要太坏了 所以民主宪政 它不是最好的制度 恰恰相反 它是成人人有限 成人人无力 成人人战胜不了魔鬼的试探 所以才要搞一套制度 让这个世界不至于太糟糕 所以我们接下来 大家看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所以这句话 你一定要停下来看 你一个人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你能够饿四十昼夜吗 一个心情都饿不下去 是不是 他们说一个人最多也就饿 五天吧 大概是 是不是 我是经常做进食祷告的 三天我就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 我最多的时候大概是两天两夜吧 大概也就是四十八小时 真的就不行了 必须要吃东西 耶稣禁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首先第一 祂的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应战魔鬼的试探的能力比我们大 因为祂是上帝之子 因为祂是圣灵感愿 对吧 完了以后 祂即便是这样 祂仍然有人性的软弱 为什么没有祂饿了 是不是 祂怎么会饿呢 因为祂这个时候祂也是人呢 所以我们理解耶稣 你即不要 你即要把祂当成神看 同时呢 也要把祂当成人看 当成人看的时候 你理解到人性的软弱 是吧 当成神看的时候 你要哈利诺那些赞美主 祂跟我们不大一样 所以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很多人他不了解 不了解耶稣的这个 内在的一些伟大的真相 在那里胡说八道 有一小孩还买过的书 在那里胡说八道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把他给拿黑了 当然拿黑人肯定不好了 但是没办法 我收不了这种 完全不了解 你想想 不是我 我一说我夸自己 我都花了20年的时间 天天研究这些东西 天天读书 我读的书 比他吃的饭还多 完了以后 他跟我讲 他讲耶稣 不过只是一个人 跟他一样 我气得吐血 继续看 那试探人的 进前来 你看到没有 你要记住 试探人是 就是魔鬼呗 对他说 就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如果耶稣 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 他是有能力 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的 我们看到这个话 我们要想什么呢 就是你得把自己带入进去 因为你不是神的儿子 我不是神的儿子 我是没有能力 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神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神级 神级里大量的神级 神级神级是上帝的作为 是上帝的行为 不是你的行为 不是我的行为 所以你不要去求神级 就是当你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你知道你是上帝之子 你是神 是吧 但是我不是 这个时候你的边界 一定要见清楚 因为魔鬼他比你聪明 魔鬼他怎么说的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心里特别明白 我说我妈是神的 是吧 我爸是苏什么 我是他们的儿子 我怎么是神的儿子呢 是不是 不可能的呀 我这个人不是叫耶稣 耶稣是圣灵感愿了 所以我怎么有能力 让石头变成面包呢 让石头变成食物呢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人的信心永远有限 所以你这个话 你这个时候 你要把自己卷入进来 然后耶稣的回答 非常的重要 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会说这句话 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的话 所以很多人把这个话 当成餐前祷告 我觉得非常的正确 非常的好 但是我的理解的 比你们多了一步 多了一丢丢吧 是不是 就是我把它当成一个公共问题 比如说我前面讲过公共问题 宪政制度 民主制度 对权力的制衡 权力的分散 是吧 这些东西 你这些东西 你靠制度也是不行的 即便人类是会建立一套制度 但是如果人坏了 如果人的心中 没有上帝的口里 所出的一切的话语 如果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启示 没有在我的心里面 你再好的制度 我也可以把你破坏掉 所以制度在人里就构成了一个实物 所以人活着 人介入公共叙事 不单单是靠三权分离的制度 不单单是靠这个多党执政 而是要靠神的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当美国这样的国家 很多人早已不知道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是什么的时候 美国再漂亮的制度 也是信 形同虚设 当一个人忘记了上帝的话语 再好的制度 对你而言也是 什么用也没有 所以有聪明的人就提出 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 如果把美国的制度 原封不动的 一丝不苟的 把它放在中国 中国依然是一个垃圾的国家 依然是一个野蛮国度 依然是一个动物庄园 依然是1984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心里面没有装着神的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哈尼罗雅赛美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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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